南投望悠森林是九二一地震后形成的艳色湖 山林长期泡水和枯死 直立于沼泽中 形成了特异的美丽景观 今年春季少雨艳色湖干涸 但没有水的望悠森林仍然吸引了很多游客 望悠森林湖水下面镜子 山林湖面倒影 叫人分不清真伪 游客置身云雾缭绕的迷雾中如同仙境 有网友称望悠森林是迷你的台湾酒寨沟 很幽静的一个点 除此以外有时候起雾的时候会更梦幻 所以形成这一个人家俗称的叫望悠森林 望悠森林是在1999年的一个九一大地震 地震完了之后 它产生了隆起的现象 就形成了三个湖泊 把这个极野山木 把它浸泡在这个水里面死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白木林 由于今年春雨少 沼泽中没有水 游客可以走入湖中 接触大片森林 一根根直挺挺的枯木 被一片绿域盎然的森林所环绕 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色非常惊讶 原来树是泡在水里面 变成这样子的 好可惜哦 可是还是很开心哦 这些树木可能都已经长十几二十年了 但是一场水 后一场土石流 会把你二十年所累积的成果 一夕之间就把它消灭掉了 所以将来我们要更注重水土保持 一场地震 自然景观改变 形成优美的高山沼泽 几年下来枯树陆续垂倒 或许有一天 正因为天地变化而来的忘游森林 也终将回归自然 重归于天地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寒昌孔祥威 台湾南投采访报道